OMG 你看這個 很可愛耶 這樣小粒了 一個手掌包得完 可以細的 今天開箱的這個東西 超級無敵好玩我跟你講 我一拿到 馬上就記起了我想拍video的遺忘 它就是 DJI Action 2 我真是從來沒有見過長這個樣子的運動相機 一貫我們是看GoPro 它是完全不同的 它就是一個小模塊 加另外一個小模塊 合佩 它們是可以合佩 然後就形成了一個 長條形的shape 這個造型我第一眼看它的手 我盡量緩一下我的表情是這樣的 哇 整是這樣的 OK回來那這一台Action 2到底好不好用呢 我自己已經親自test了一個禮拜 我也帶了去露營去玩了一些運動等等 這邊我總結出了五個運動相機最重要的東西 體積 防抖畫質容不容易用還有買之前要注意的東西 開始吧 剛才已經大致上秀給你們看它的外形 總之就是一句話 Action 2是走不正常路線 它是一加一兩個模塊組成的Style 它可以單獨用一粒也可以兩粒ZOOP一起用 OK我們先講上面這一粒逮樓 小小粒 放在手掌包完完全沒有問題耶 而且很輕吧 一粒56g 放在Pocket咯 你要拍的時候你一粒拿出來 講講講講 手都不會酸的那一種啊 材質勒是鋁合金 整粒只有一個Button 開機關機是它 Record跟Stop record也是它 Screen是我最喜歡的部分 OLED屏 顏色顯示很準 亮度也很高 而且是可以touch screen的喔 下面這邊有兩排洞 看到嗎 它是magnet來的 意思就是可以吸在任何鐵的地方 你想吸就吸 桌子啊 冰箱啊 架子啊 甚至是車頂都OK 而且很穩一下的喔 這樣你就可以拍到更多角度的畫面 而且你根本不需要accessories 就可以做到超方便 然後重點了 這時候它的Style就出現了 透過下面這兩排magnet的洞 還有旁邊的小卡扣 磁吸 它們是可以combine在一起的 變身成為長條形的shape 這種感覺就好像一個不夠打 我要給我塞羅來幫忙打的感覺 我一開始覺得磁吸能夠有多穩 結果我錯了它分身的很穩 甩都甩不掉那種 要拆要裝完全就是很容易 一吸就搞定 它不像GoPro要換配件還要轉螺絲什麼的 然後DJI還有送一個magnet的accessories 就是這個 護身符這樣的樣子 掛在脖子 穿過衣服 吸上去 就可以拍到first person view了 這種感覺真的很好 就是默默的在拍攝我看到的任何東西 不會突兀 被拍的人甚至不會發現 拍出來就是很candid很自然的那一種 穿黑色衣服就更加看不出 要拿下來也是拔出來就好了 穿襯衫T-shirt其實是吸到很穩的 但是如果你穿很厚的衣服比如 Hoodie或者是毛衣可能就沒有這樣穩 那這個Silo跟Dilog它的配置是很像的 同樣是有一個OLED的screen 然後也是touchscreen 兜起來之後它的畫面就連通了 代表什麼 代表它是拿來自拍的 嗨 單獨一例 鏡頭要向著你screen就看不到了 那你兜上Silo這邊就有screen了咯 但是要注意其實Silo的畫面是有少少延遲的 但是不影響使用 欸前面忘了講 其實它單單上面這一顆就已經有一個mic了的 加買下面這邊有三個mic 它合起來total就有四個mic 所以現在給你們聽一下對比 欸現在這一段影片呢就是用一個mic的聲音去錄的 你們可以聽到旁邊那個下雨的叮叮叮叮聲 然後這邊是一個很空曠的環境 你們聽一下覺得怎樣 欸現在呢就是用三個mic的聲音去錄的 大家覺得怎樣 這邊一樣依然有叮叮叮叮的聲音 然後空曠的地方 你們覺得有差別嗎 老實講我是覺得它的sewing完全沒有問題 單單一顆mic就已經是不錯了的 四顆跟一顆差別不大 你不是網紅你不是youtuber 你單純想買一架機來拍下vlog啊 記錄一下生活的話 你完全可以買這個 因為它的操作無敵簡單 拉下來是菜單 拉上去是畫質setting 照片video互相切換 它起來其實也很流暢 重點操作一點都不複雜 第一次用我也是一看就明白的那一種 接下來就是畫質了啦 DJI Action 2最高是可以拍到4K 60幀 或者是1080p 120幀的video 拍出來的色彩是很美的 我最喜歡用它的auto mode來拍 自動曝光做到很好 從黑的地方到亮 我的臉都沒有大曝光 而且這次Action 2 按光拍到也不錯啊 你們看 你們也知道 運動相機是不用對焦的 基本上30cm以內的 全部Auto Focus片面給你 你根本不用擔心ISO多少啊 Shutter Speed多少 我有沒有focus到啊 不用 就是你要拍什麼 就拍什麼 手一拿上來就拍 然後Action 2還配有155度的大廣角 就算這個相機拿到將前 我錄一下 將前了啊 還是很外的 西北西北外 嗨 相比之下 GoPro還要另外買一個真廣鏡頭 才可以達到155度的廣角 而且喔 這個DJI Action 2還可以set一個 防激變的setting 這個是開了 防激變的 這個是沒有開的 防抖測試 其實我就帶了Action 2 去了Outpost Camp 露營 然後我們也玩了一個極限運動 到底有幾極限呢 就是在很極的水流上面玩waterrafting 我們的充氣船啊 基本上是抖到媽媽都不認得的那一種 Action 2本身它是有兩種防抖的 一種叫做Rock Steady超強真吻 另外一種叫做Horizon Steady低頻線真吻 我當天兩個都test了啦 你們看一下差別 而且平時走路拍攝 我也喜歡開Horizon Steady 我覺得這個畫面的穩定度是很好 但是你要注意喔 無論是開了Rock 或者是Horizon Steady之後 畫面都會crop in 而防抖的話 是降廣 Rock Steady是降廣 Horizon Steady是降廣 它是慢慢一步一步zoom in的 但是我自己反而想Horizon的距離 我覺得是剛剛好 而且Action 2它本身是支持10米防水的 所以當天我們玩waterrafting 那個水是直接倒好多米 在我們身上 我們都沒有在擔心 收音也是妥妥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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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Action 2一發布沒有多久 就很多YouTuber拍video 講它續航5點 畢竟它體積小 電池一定還是小的嘛 而且它採用的是不可拆卸式電池 就是说你没有电量 你不能换电池 你一定要兜着kabel去charge电 但是他们是利用Hindad的嘛 哥哥没有电 滴滴会供电给他的 Hindad同心 K-Ley Duncom 上面这粒电池580毫安 下面这粒电池1300毫安 开机就能看到剩下多少电量 而且下面这块会一直给上面供电的 就类似backup这样 那实际续航能力是怎样呢 单单一粒 开了Rocksteady的拍15分钟 4K 30帧的视频 消耗电量35% 单单一粒 开了Horizon Steady 拍了20分钟1080P 30帧视频 消耗电量32% 前面我讲了很多Action 2的优点 和好用的地方 接下来我就要讲它的缺点了 我连续用了一个礼拜之后 发现了这几个 你们一定要知道的事情 一 刚才我讲上面这一颗 它是可以单独拍video的 没有错 它真的是可以单独使用 但是它本身是没有SD卡槽的 也没有USB口 所以没有办法transfer file过档 唯有接了Silo这个模组之后 它才有SD卡 才有USB Port这些功能 所以如果你单单只要用上面来拍影片的话 你就要注意储存空间 它本身是有32GB 但是你可以用的只有22GB 我个人是觉得不够啦 怎样都要有64GB吧 第二刚才有讲到 上面这个相机模组它是支持10米防水的 但是你一兜了下面这个之后 SD卡槽位置是直接exposed在外面的 USB Port的位置也是没有保护的啊 水是直接可以灌进去的 所以你要拍试水video的话 就必须把下面的拿掉 只留上面这一颗 可是哦 它上面的这个相机模组 又只有22GB可以用哦 这就奇怪了 第三就是发热问题 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真的发现Action 2是有这个问题 我开了4K录了5分钟之后 真的是feel到热了 上面模组先热 下面模组慢慢跟上 甚至说我手握着是觉得烫手的 发热的问题又会影响电池续航的哦 但它本身电量就已经不是很大了的 耗电量增加了 它电池又更加不耐了 第四 USB接口的问题 它本身哦 还是用这USB2.0的一个速度 所以当你transfer file的时候 它是比较慢的 另外充电速度也是比较慢的 它是5V2A的速度 而且哦只有下面这颗模组是有充电接口 所以一充就是两颗一起充 第五 Speaker的问题 它上面这个相机模组哦 其实是没有Speaker的 所以如果你看回你的影片 playback的话 你要有声音 你一定要都下面这一个 它才会播到声音 好了这一集的DJI Action 2开箱 算是比较完整了 优点缺点全部讲完出来哦 优点呢就体现在小细节上面 比如前后屏设计啊 给你一边拍一边看到自己 比如磁吸室连接 真的真的很方便了 还有支持打直video拍摄 甚至是开关机哦 它都会小震动一下 这些小细节都很用心 无可否认DJI Action 2是有不足的地方的 但是我个人是挺喜欢它的 它算是一款革命性产品吧 就是当大家以为哦 运动相机只可以长这样的时候 它就来一个大反转 给你一个磁吸室 颠覆了一贯哦 我们认为运动相机该有的样子 所以说它未来的想象空间是挺大的 真的是RESPECT DJI 感觉它是一个没有为了赚钱 而是真正有在创新的一家公司 自己革自己的命 you know 好啦这款DJI Action 2 目前在大马已经开卖了 它的售价有两个 一个是1999块没有front screen的 另外一款是2499块有front screen的 就是这一款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去到DJI的Shopee 或者Lazada购买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